美国之音中文网有个trick的话 如果中共成功让台湾人生活在他的暴政统治之下 将会改写人类命运的时刻 这就是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 什么什么在9月13日 在什么什么国际会议联盟上发表的喊风 说来自30个国家60多个议员 在这个峰会上聚焦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 这个什么什么相信 中共就会在2030年之前对台湾取某种行动 什么都给他说了 某种行动 看看台湾人民怎么回答 这个是一个台湾人 他说我是台湾人 我看到中共的暴政 用70年超越了西方200多年的发展 让6亿人脱贫 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经济圈 交通网 让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刀口起死回生 复兴中华文化 建立科技大国 领导世界下一代的通讯和生能源技术 哇 这种暴政 我不但想拥有 而且想参与 让它永远持续下去 越来越好 我也是这么说